美国大学生节目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筹备阶段 今天11位在校留学生们以去院者的身份来到美国中文电视 为本台的创新节目集思广益创新不断 全美中文歌唱正人秀节目 美国大学生主要针对就读于美国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校园工作者们 不分族裔不分年龄 只要你热爱中文歌曲喜爱歌唱均可以报名 目前美国大学生已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在经过百余分简历筛选后 节目制作组最后将选出11位选手 他们将全程参与美国大学生真人秀节目的制作过程 节目负责人向玲玲表示 美国大学生将会是一档创新式的歌唱真人秀节目 节目组会开通多条渠道 供参赛者们报名参加 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到美国来留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然后根据这个留学而产生的其他的一些产业也越来越多 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 然后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有非常多 然后歌唱比赛呢现在举办的也挺多 但是这些元素把它综合起来 在美国全美国地区还没有这么一场这样类似的比赛 所以我们觉得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timing来举办这个比赛 我们报名的话有这种包括你可以在网上传你的视频 也可以通过那个现场来报名 并且我们还会跟很多美国的学校合作 他们可能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歌唱比赛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分赛区 今天到场的节目组志愿者们在交流中思维不断碰撞 为节目制作提供了许多创新想法 我对它的定位是一个就是线下的空降式的互动性的活动 然后我希望它是一个就是像一个炸弹一样爆炸在中央公园 爆炸在Washington Square 所以呢我是因为是学平面设计 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视频剪辑 所以呢我可能会在视频剪辑上面 以及在做宣传的一些海报上面提供一些帮助 美国大学生将从今年12月份接受报名 节目将持续至明年5月 选出最有特色的校园身影 获奖者将获得万元现金大奖 也将有机会得到和中国的娱乐公司制作机构的合作机会 节目组目前仍在招募志愿者和实习生 感兴趣者可以将中英文简历发送至节目组邮箱 美国中文电视李坤源报道 美国中文电视李坤源报道